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点葱姜蒜 最后打两个鸡蛋 把鸡蛋拌匀 锅里热油把鸡蛋煎一下 快成型的时候把鸡蛋弄碎装住来备用 锅里再次热油把葱姜蒜炒一下 炒出香味把鸡蛋液到你锅里 用铲子扒拉几下就可以放调料了 放半勺盐 半勺鸡精 适量生抽 最后和红椒丝鸡蛋一起翻炒入味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简单又好吃的芹菜叶炒鸡蛋就做好了 快去试试吧 喜欢的朋友请帮忙点赞转发 再关注哦